另外指挥中心也松口 台湾跟波炉之间的旅游泡泡 渴望成型 其实有旅游业者 早就抢在今年初 已经前往当地采线 透露将会开放6到8人团 过程当中 游客也都会安排 走专用的防疫通道 而当地人更已经展开了 相关的防疫训练 那么现在甚至还传出了 波炉的总统 在下个星期 可能会亲自来台湾协商 那么现在外界 最关心的检验方式 目前也朝向跟波流洽谈 双边免居家检疫 至于昨天指挥官陈时中点名说 下一站的旅游泡泡 也许可以评估越难 游业者初步估计 五天四夜的行程 团费可能会比之前 会1.5到2万元 先手触摸和海豚零距离互动 波流旅游泡泡渴望展开 旅游业者抢在今年初前往彩线 目前还规划 会到水母湖沙鱼岛等景点游玩 但由于不留当地 现行对于外籍人士的入境规范非常严格 像是台湾人到不留得先到指定的地点 进行五天集中检疫 再加上七天居家隔离 如今旅游泡泡即将成行 为了王阪两国出入境时 渴望都不用再居家检疫 好两边都希望都不要有居家检疫的方式来进行 即使成熟的时候一周大概是八个航班 入境的旅客的最高量大概110人左右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初步规划民众在出境前会先到合约医院进行核酸检测 等到了不留机场会要再做一次抗原快筛 大约15分钟就会有结果 但由于敏感度比较差 一旦减出阳性 就会再送到国家医院做第二次PCR核酸检测确认 希望透过严格检验加上两国彼此信任 朝向双边不用做居家检疫的方向前进 而为了不要让防疫出现破口 旅游过程游客也将走专用通道 不排除会采小团方式开放6到8人团 帛琉的饭店比较少 帛琉的成本相对的增加 还有一个所谓的饭店的部分 不只帛琉指挥官城市中也点名 观光泡泡下一站也许可以评估越南 有业者评估越南五天四夜行程 团费可能会贵至少1.5万元 相当帛琉涨幅幅比较没有那么高 但短期内指挥中心还是先观察 帛琉旅游泡泡推行的成效 记得台北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